家里有孩子上学的,不要再给他随便吃早餐了,试试这个懒人汤面比起泡面还要简单好吃 碗里放入西红柿丁,葱花,香菜和紫菜,加一勺虾皮,再加生抽,盐鸡精,香油调味 水开下面调煮两分钟,趁他不注意成两勺面汤到碗里,放入煮好的面条,简单又好吃